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已经进入 上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第三十五餐 所餐的是 吉尽阴海夜神 也是一位大菩萨 所化现的夜神 在这个部分 也就是成绩第三十四餐 普救众生 妙德夜神 告诉上才童子 还要再继续 去参访的 大善之士 所以在第三十四餐的时候 上才童子 他参访的 普救众生 妙德夜神 告诉善才童子 他所正道的 是菩萨 普现一切世间 调伏众生 解脱法门 他专修的 就是这个法门 他用这个法门 来 度化众生 所以他能够教导 善才童子的 也是这个法门 所以 这个是他自己实际的经验 最主要的 也是在显示 佛法 实际上 我们 修学的过程是 文 诗 修 就是当作我们最初接触到佛法 我们是听闻 有关佛所说的道理 那我们听闻了以后 实际上要经过思维修行 那这个过程 实际上 也就是 把我们从耳根 所听闻到的知识 道理 要透过我们自己的理解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所做的这一些的行为活动 要把它 落实 去 学习 实践出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真正实践了 那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去历练 那这个变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那这样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能够说出来的佛法 所以每一尊佛 菩萨 其实 他们所证悟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道理 它是要透过我们自己本身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过程里面 去历练出来的 所以每尊佛菩萨 他们所说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实际经验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最宝贵 最实际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学佛 我们听闻的佛法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落实在自己的生命 生活里面去实践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业 我们自己要所面对的事情 那这些的事情 其实也跟佛法没有分离的 我们听闻的佛法 实际上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事情里面 我们是要用心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用的心 有没有违背佛所说的 就是这些贪生吃的成分 就是违背的佛法 那佛法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有贪生吃的成分 我们就会有恶因而造的恶果 所以我们就是听闻了这样的道理以后 我们就是要去实践 所以这个部分 实际上佛的境界是很高 大菩萨的境界是很高 那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要像 我们随着善才同时所参访的大菩萨一样 他们也都是累劫修行 然后都是很老实的 那实际上他们也是点点滴滴 从出发心开始 就没有离开佛法 然后都这样子在发愿 这样子在实践的 所以在每一位大善知识 告诉善才同志 他所修的这样的法门之后 都是说 我就是修这个法门 那我能告诉你的也是这个法门 那还要再介绍善才同志 再去参另外的一位善知识 那就是因为每一位善知识 他们所实践的这样的过程不一样 那不然的话 我们说那我已经听过了 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参呢 我应该就是听这位就好了 那当然善知识 他们有不同的度众的方便 那他有他自己修学的这种不同的过程 所以善才同志也有他的知识 他有他的这种善根的这种 的一种因缘 所以他也得到文殊菩萨的这样的教导 所以他有这样的福德因缘 能够去参访这么多的善知识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就是学佛实际上也都是 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 那在这里呢 就是这位吉尽英海主夜神 也是第三十四参的 普救众生庙的夜神 在继续要善才同志 在继续去参访的下一位的善知识 那么在经文里面呢 就是也有形容这位吉尽英海 主夜神 他的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所做的地方 就是模拟光床 庄严莲花座 那么他身边前后左右 也有百万阿僧级主夜神 就是也有很多的夜神呢 围绕着他啦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是在 善才同志参访前面一位的普救众生 庙德夜神的最后的时候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 吉尽英海夜神的这个部分呢 那经文呢 那经文呢 就介绍 吉尽英海 吉尽英海夜神的地方 因为在经文里面呢 就上一个单元里面呢 经文就有提到说 这位吉尽英海夜神呢 他所住的地方呢 就离这里不远 那应该呢 就是依照上一个单元的内容啊 所描述的 普救众生庙德夜神的过去式的 这种修行的过程的时候呢 那么 就是 其中 就是 普救众生庙德夜神 他的过去式 是 在一位 这位转轮圣王 譬如这那庙宝莲花记 转轮圣王的 王的公主 那么 当时他的母亲呢 也就是 王妃 就是圆满面 王妃啊 那么 在上个单元就已经 有提到说 这位王妃呢 实际上 也就是 跟现在 普救众生庙德夜神 同样的 也是在 这里附近的 一位吉尽英海 夜神 所以呢 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 汇通 那应该是 这位夜神 也就是 他过去式的 母亲 也就是 转轮圣王的 王妃 只是呢 在这个部分 经文就没有再介绍 这一个部分了 那 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会通 那 经文就介绍 善才同志呢 就 到了吉尽英海 夜神的地方呢 就顶礼其足 老无数渣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 尊重 礼貌 那 之后呢 善才同志就 在吉尽英海 夜神的前面 就合展 而 请问 就说 圣者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这个就是 善才同志 他要 参访所有的 大善之士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听到文殊菩萨的 教导以后 那 他就开始 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呢 文殊菩萨要 参才同志呢 再去参 善之士 所以呢 他就说 我欲依善之士 学菩萨行 因为 所有的善之士呢 就是能够 引导我们 怎么样子 真正的能够实践佛法 那他们自己 在 在大菩萨的境界里面呢 是怎么样子的境界 那能够 度化众生 如何发愿 那么 这些的过程 所以 他要依善之士 来学菩萨行 是要学 善之士的实际的经验 他们所 实践的方法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 来入菩萨行 修菩萨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把菩萨行 把它分成有路 然后有修 然后呢 有助 就等于是 先了解了菩萨行的内容 那把自己的心呢 跟菩萨行呢 就是可以说 心心相应 念念 念念都在菩萨行上面 然后呢 从自己的身口意 善业 都能够依照 菩萨行的 这样的方法 他的 这样的指导 去实践的 就是不离 菩萨行的 这一些内容 然后呢 就 完全身口意 都可以按照 菩萨行的内容 就是 不再照 这种思想 就是不用再想 就完全呢 就把菩萨行的 这样的内容呢 就化为我们自己的 身口意三页的内容 因为 我们 如果说 我们心里想的 是属于 贪生痴的 部分 就是属于 凡夫众生的 身口意 就是凡夫行 那凡夫行 主要的就是 贪生痴 就是有欲望的 我们自己想的 我们自己喜欢的 那或者是 我们自己不喜欢的 那我们自己的习性 脾气 情绪 那这一些呢 都是 我们自己的心 不知道 我们自己心的本质 而 把我们自己心 对于外境的这样的一种 自然表现 我们就把它 当作是 我们自己心的 真正的一种行为 那 不知道说 我们的心 还有能够提升的程度 所以说 当我们在 学菩萨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 这样子的一种 提升的可能性 那我们如果没有 善知识教导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它可以提升到什么程度 那它是怎么实践 所以把它分成这三个层次 就等于是 我们众生在学佛的过程 所以说 入菩萨行 可以说是 好像 从文以后 融入到这个道理 然后修的时候呢 是思维 然后改正我们自己心里的错误的观念 然后 诸菩萨行 实际上 就等于是 我们已经 真正在实践了以后 就把佛法菩萨行的这样的道理 当作我们自己的知见 所以就住在这个菩萨的境界里面 所以等于是 我们都没有这些凡夫的习性了 所以入 修 然后到住 是这样 所以 善才同志 他主要的目标就是要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过程就是要 能够入菩萨行 修菩萨行 住菩萨行 那要学习呢 就是要依善知识来学 所以呢 他告诉 吉尽阴海 夜神 说 他是要这样子的愿望来 亲近 这位大善知识的 所以 为愿 慈哀 为我 宣说菩萨 云和学 菩萨行 云和修 菩萨道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善才同志的开场白 这位夜神听了善才同志的这样的请问以后 他就赞叹善才同志 说善哉善男子 愿能依善知识求菩萨行 善男子 我得菩萨念念出生广大喜 庄严解脱门 所以呢 这个是一位大菩萨 很慈悲 所以善才同志表白了他要来参学的这样的目的以后 那菩萨都先赞叹 所以 就是赞叹的时候呢 就是给学习者一个鼓励 就让他也生欢喜心 就表示他这样子的发心是正确的 那能大菩萨都能够赞叹他 所以呢 善才同志 他的一个请问 那这位夜神呢 就先告诉他说 他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解脱法门 是菩萨念念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门 所以这个是 吉尽阴海夜神所正道的境界 那善才同志听到了这样的一个 解脱法门的名称以后 他就进一步请问 说大圣 大圣人 那这是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就是大圣 那实际上他就是一位大菩萨 那他当时的身份 就是夜神 所以他有他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身份 可是他是行菩萨行的 那善才同志就请问说 那你所正道的这个解脱法门呢 是为何事业啊 行何境界啊 起何方便啊 做何观察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事业是指人 你是做什么事啊 你这样的一个解脱法门 你是怎么样在度化众生啊 那里面的境界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有什么样的境界 你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修为 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那你起何方便啊 就是说他要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那有什么的方法 有不同的众生 那要怎么样去度化他们呢 那做何观察 你怎么样了解 你要实施你这样的一个解脱法门的方法啊 那极尽阴海夜神呢 就告诉善才童子 说善男子啊 我发起清净平等乐玉心 他说他要正道的这个解脱法门呢 第一个他要先发起清净平等乐玉心 那这个乐有的就是把它念成要 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破音字 那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说 怎么样值得清净平等乐玉心呢 他要发起普现一切众生前救护心 就是要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了 所以说普现一切众生前 所有的众生啊 那所有的众生是包括说 我们喜欢不喜欢 或是我们不认识的 那一切的这些众生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是 对照我们目前的情况啊 因为我们看所有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就有各种的心理啊 我们有喜欢的我们就看了会笑啊 那我们不喜欢的我们看了就开始生气啊 那所以呢 这是对照我们众生心跟菩萨的这种情等 清净平等心是不一样啊 那这样的菩萨呢 他已经震到这样的境界了 那所以他能够要发起普现一切众生前救护心 他要发起这样的心 那就是对一切众生都平等 然后呢 就是能够在他们之前呢 就是视线 然后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去救护 解救他们 或者是能够保护他们 爱护他们 那还要发起建一切佛海 无焰烛心 所以这个是心心念念都 始终都是要来学佛的 所以他要发起说我愿意建一切佛 那么像海一样的佛 而且呢没有厌主心 没有就是觉得说 那已经疲倦了 我已经很累了 我不要再学了 或者是说我已经满足了 我已经学过了 我已经听过了 那我就不用再学了 所以呢 这是等于是永远精进的心 而且佛呢 是无量无数的 所以等于是一尊佛 又一尊佛 又一尊佛 所以这个心呢 对佛法是永远的向往 只要有佛 他就要学习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是下话 一个是上求 就是对众生的慈悲 是永远的 而且是平等的 然后对佛呢 也是永远的希望去学习的 然后呢 还要发起求一切菩萨 清净愿力心 那这个呢 就是要行菩萨道的过程 所以要求一切菩萨 清净愿力 因为呢 就是菩萨是要有 慈悲度化众生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心愿 可是呢 这个心愿是要清净的 就是度化众生 是真正为解决众生的痛苦 那不是为自己的 这样的名利的 那能够有众生 能够度化 而能够没有众生 所执着 所以没有执着 有众生可度 所以成就这样的 清净愿力心 然后呢 还要发及 与一切显难众生 做依附心 就是只要呢 有遇难的众生 不管是山难 水难 或是刀兵 或者是 他们有任何的 这一些的困难 那就是要为他们做医护 就让他们依靠 那依靠呢 主要也就是 能够解救他们 脱离这样的一个显难 然后要发起另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 苦 促心 就是要 能够让众生呢 就是不要再受到 生死轮回的 这样的苦 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 有修饰的是 用死 就是出生死的苦 所以是苦的 众生的生跟死 轮回的这样的转 基本就是苦的 那这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身作 天 人 地狱 恶鬼 畜生 就是五道的 或是说六道的 这些就是畜 我们这些的地方 都是苦的 所以都 一切都要令他们 能够处理这些的苦 而且还要发起 另一切众生 舍离 生老 病死等苦 这样的心 所以 这个部分呢 跟前面的 出生死苦 的地方 就不要堕到生死 的这样子的一个 轮回 那这里呢 就是要舍离 生老 病死等苦 就是等于又加了 在生跟死中间呢 还有老 跟病 所以呢 是等于是 让众生在生的时候呢 也都能够离苦 是这样 那也要发起 另一切众生 成就如来 无上 法 乐 心 就是 度化众生 离 前面所说的这些苦 然后呢 最主要的 还要度化众生呢 他们能够 成就如来的 无上 法 乐 心 就等于是 离苦 而且还要得乐 那这个乐呢 还是要以能够 学佛 了解 佛法 那成就如来 这样子的 境界的法 来 引导众生 所以这个等于是 对众生呢 就是最终究的教导了 那还有呢 也要令 一切众生 接受喜乐心 那就等于是 让众生 一切都没有苦 而且心都是欢喜的 那这 就是让众生都没有 这些的烦恼 所以我们 在经文里面看到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经文说 彼国就是 没有苦 而且只有乐 所以呢 就等于是 让众生都可以 像住在极乐世界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对经文的 这样的一个体会 那下面呢 就是 吉尽阴海 夜神 他就告诉 善才童子 他说 他就是这样 在发心的 他的这个解脱法门 他先发起这样的心 所以就是说 他所做的事业 是哪一些 那等于是 他从他的 发心的内容 先介绍起来 所以 他接着 就告诉 善才童子说 我发了这些心以后呢 又 父畏说法 令其 建置一切 智地 就是说 他发心 让这些众生 都能够离开这些苦 能够 能够 学佛 有得到这些喜乐 这是他的发心 然后呢 他还要为众生说法 这个是实际的 去度化众生的方法 让他们可以呢 就是 渐渐的可以 挣到一切 至地 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 他就告诉 善才童子 所谓 若见众生 乐着所住 宫殿 乌宅 我为说法 令其 了达 诸法 自信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 举例 他 为众生 说法的 内容 那他所说法的内容呢 主要 也就是 对不同的众生 说不同的 这个 方法 那所以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怎么样 引导众生 去除众生的 这一些 贪生吃烦恼 那 有的众生呢 他是 喜欢 这种 物质性的 他们喜欢 住好的房子 像宫殿的 喜欢住在宫殿 那么 喜欢他们所住的 这一些屋宅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 为这些众生呢 说法 要让他们能够 了达诸法的 自信 而 离诸 执着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 对 这些 执着 我们这个 世间的 我们世间的 这一些的 这种 住宅啊 物质性的 举例的 宫殿 屋宅 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 属于物质性的部分 所以呢 要他们 能够 了达 诸法 自信 就是说 诸法的自信 本来呢 是空性 诸法就是 一切存在的 事物现象 那 这些呢 就是有外向 那 可以 让人呢 起贪心的 那 有执着的 那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会有烦恼 因为宫宅 屋宅 宫殿啊 屋宅这一些 乃至一切世间的这些物质的 有违法这些 它都是 会变的 因为它是 因缘和合的 所以 当 这些 有变化的时候 那 心呢 就会 痛苦啊 那 这样的 就有烦恼 所以呢 就是要让他们了达 诸法的自信 然后看到这一些 也都是会有变化的 而且这一些呢 实际上 它也不过是 一个事物而已 那 我们的心 对这一些 本来就是空的东西呢 我们自己 心里又要起 这样的执着心 就把我们的心呢 就细腹起来了 所以就变成是 我们的心 就住在 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 就变成是 我们的心 是去向这一些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自己的 自信啊 我们看不到 我们自己的心啊 所以呢 为他们说这样的法 然后 离诸直足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 才不会被 绑着了 那 这个部分呢 是 为众生 这样的对象 所说的 那 若见众生 念着 父母 兄弟 姐妹 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 人情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呢 就是 出生的家庭 我们就是 父母 就是我们 最早接触的 的人啊 然后呢 我们长大了 那我们 除了父母以外 我们人是兄弟 姐妹 就是我们自己 家族的亲戚 那 如果执着 这些亲属的人啊 那我未说法 令其 得 欲诸佛 菩萨 清净 众慧 就是要让他们 知道啊 就是说 这些世间的亲属呢 实际上 也都是我们 过去世的这些 因缘而来的啦 大家都是有恩 有怨啊 恩的是以前 对我们好的 我们也很喜欢 所以这一世 可能也就是 做成父母啊 兄弟 姐妹啊 那 过去世也有 这个是有冤的 那也可能 就是变成 这个父母啊 要来还债的 那 有的兄弟姐妹 也有互相之间 也都是 冤家的 那 这些呢 实际上 在 大制度论里面 所说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众生的缘啊 实际上呢 是 我们看不到 实际上 还有 法缘 还有 无缘 那我们众生 只看到众生缘 就是 我们自己 亲属啊 家族这样子 可是这个部分 当然不是说 我们就不要 孝顺父母啊 我们就对 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就 不要 就是 互相 相亲相爱 不是这样 而是说 不要执着 而知道说 父母兄弟姐妹 只是一个因缘的 这样的 会合而已 那我们应该 还要知道 还有佛法 佛菩萨的 清净 众慧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 法缘 那法缘 可以让我们 真正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能够 可以提升的 可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生命真正的这种 发展的 究竟的 这样的圆满的 境界的 所以那个是 善知识 是清净众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 极尽 阴海 夜神啊 他就是教导 这一些 念着 我们自己 亲属的 这一些 众生所说的 就好像是说 我们有时候听到 有的人啊 他想要学佛啊 那父母也 就是 祖子啦 那有的人也会觉得说 那好像我自己也 舍不得自己的父母啊 那我要去学佛 或是要去出家 去修行 又舍不得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自己本身 就是要有一个理清 那我们要了解说 那我们要出家去学佛 其实也并不是说 不孝顺啊 因为 我们说 一直出家 就是 九祖超生啊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 那我们学了佛法 也我们认识佛法 那我们有修行 有功德啊 那自己的家属呢 本身也会得到 我们的功德的 这样子的一个 回向啊 那所以这些的 因缘呢 主要是让我们看到 其实 因缘它有层层无尽的 那我们要看到 从众生缘到 法缘 乃至还有无缘 那无缘就是 像佛菩萨 佛的境界啊 那那个部分呢 就不是说 我们有众生的 这些恩怨的 而是呢 他是以他的慈悲 这样来看待众生的 所以看待一切众生 平等的 那那个时候的缘是 不是靠我们 过去的这些的业力的 牵引的 所以叫做 要得欲诸佛菩萨 清净众会 所以从众生缘 然后了解佛法 要去学佛的 这样的善根因缘的 法缘 然后到乃至到无缘的 这样的清净 这样子的 佛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众会 那再来呢 就是 吉尽阴海 夜神 也告诉 善才同志 还有对另外一类的众生 就是 有众生呢 是念着七指的 那我未说法 令其舍离生死 爱然 起大悲心 于一切众生 平等无恶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吉尽阴海 夜神的 说法的 方便善巧 那就是把 这些 就是 执着 亲属的部分 分成两类 一类是 我们本来生的 这个家庭 的这一些 父母兄弟姐妹 那一类呢 就是 念着七指 那相反过来的 应该 也有是念着 丈夫的 所以 这个部分是 菩萨的 慈悲 也是智慧 因为 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现实的 社会 也是有很多 本来在家里 很孝顺 兄弟姐妹 感情都很好 可是结婚了以后 父母就很少去看 其实是妻子 或是丈夫 都比较重要 再来生孩子 生孩子 孩子比父母 也更重要 所以这一类 就是 极尽阴海月神 又把它分成另外一类 那这一类呢 主要的呢 就是说 因为是有爱念的成分 所以要让他们能够舍离生死爱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有情欲的部分 所以这个情欲呢 对我们心里的这种 迁徙啊 更加的强烈 所以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呢 就是 懒着 所以呢 就是要舍离这样的生死爱然 而且呢 要让他们还能够起大悲心 于一切众生平等无恶 这个部分也蛮微细的 这很微妙的 就是说 如果有人呢 他对自己的妻子 或是丈夫 那很好 那当然一般的家庭 当然夫妻要感情很好 那互相要能够和乐 当然这个家庭是很重要的 可是问题是在这里 是说 如果他只对他自己的先生 或是太太很好 那隔壁有这个邻居啊 有人生病啊 他也不理 也不采 那他只知道 爱护他们自己家里的人 那对这路上碰到的 这个有需要人家帮忙的人 那他就 好像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 就看到 那有的人他缠着他太太啊 就很小心啊 可是旁边的人 那走路很不方便啊 要过个马路 他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 提的行李很重啊 我们都很希望说 他其实他也可以来帮忙我们一下嘛 不要一直扶着他太太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是觉得 是菩萨很维系的心啊 那你不要只爱你所 亲爱的这样的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爱 而应该呢把它放宽啊 那当然在大悲心的这个成分里面呢 是亲近的 也不是说 那就是变成是好像乱来啊 或者说是变成是 这是有情欲的这种成分的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 要把这种爱护的心 要能够扩大 然后呢 把这种爱护的心里面呢 就是要把它清净化 不要有懒着的这种 贪爱情欲的成分 所以余界众生能够平等无恶 就是有的人 那能够不只是爱护自己的家人 而且能够爱护别人 那像释迦摩尼佛 他本来呢 就是这个王子啊 那这个他就能够舍弃 而是为了要去正道 那所以呢 能够成就了以后 就能够度化众生说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 也是为了法 然后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平等心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 对不同的众生 就是有一类呢 这边就是有四类 那一类是执着 这个外在的物质的 那一类呢 是执着 就是家庭 父母兄弟姐妹的 那一类呢 就是贪爱自己的 夫妻之间的爱的 那这样举例出来以后呢 极尽阴海夜神呢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就我以此等 无量法 施舍诸众生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 这种不同的众生 那么他为他们所说的 不同的这样的法 来度化 那种种方便 教化 调服 令离恶道 受 人天乐 最主要的是 让他们可以 去除自己的 这一些的 这种贪生吃的烦恼 那能够让他们 至少能够 离恶道 不要行恶 那能够有善 那这样的时候呢 至少能够受 人天乐 就是等于是 善道 然后呢 进一步还可以 托三戒福 就是色戒 欲戒色戒 无色戒 三戒的这种戏服 就是进一步 那欲戒呢 跟色戒 跟无色戒 实际上 就是 只有欲戒呢 是有人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色戒 无色戒 就是天的部分 那肿刮起来呢 就是三戒 那让他们呢 能够脱离 这三戒的戏服 因为三戒呢 主要的 就是还没有 去除贪生吃烦恼 那有这些的懒污呢 就有在流转的 这种可能性 所以要能够 究竟解脱呢 就是要能够 消除贪生吃的 这样的部分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 始终在谈到众生的问题的时候啊 主要要针对的呢 还是贪生吃烦恼 所以我们主要的 就是要去了解这个 心里面贪生吃的成分的时候呢 我们真正能够修行 也就入门了 那不然我们就是听听听听听 那我们的贪生吃烦恼 一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 能够约束它 也没有办法转换它 那能够从入佛门 这样子的一种体会 主要也就是说 我们把学佛的这样的一个 好像初出我们是当作 学习的对象 好像是在外面 那现在呢 把学佛的内容啊 整个跟我们自己的生命 结合在一起 所以入了门 其实是把佛法 当作我们自己 生命里面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 生命里面的事情呢 主要的也就是 不离我们自己的 生 口 意 三页 我们自己生的行为 我们口所说的话的内容 还有心 生 口 意 那意的部分主要是 我们心里所想的 那心里所想的还包括说 我们生 口 所说的 我们是用什么心态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态度想法 去做这些的动作跟语言 所以这样的一个审核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生命的内容 那学佛就是 就是要让我们去了解说 实际上 我们生口一三页呢 它就是在 造成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本身的内容 所在 最主要的 成分就是这一些 那当我们初出 学佛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佛 所说的这些道理呢 我们只是听一听 那我们现在听了以后 才知道说 其实所说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要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是在自己的这一些行为里面去观察 然后检点 然后去调整 那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听一听 然后我们自己行为有贪生痴显现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跟着贪生痴走 那这样的话就是学佛是一边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是一边 所以永远呢 都没有办法连结起来 那这样的时候 佛法也没有住在我们的心里 也没办法真正录佛法 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正确的了解 跟实际的实践的态度 那这样的话 我们学佛实际上 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些 种种的点点滴滴来观察学习 所以学佛也不理我们的生活 也不理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主要呢 就是从这位极尽阴海夜神 他所告诉善才童子的 他举例的这几个众生的问题 然后他怎么样子来教导众生 那实际上呢 也就是针对众生的这些贪生吃 所发展出来的这些的问题 所以他也是为众生呢 就是讲无量法来施设出众生 就是有不同的问题的 那他就讲不同的法 然后来慢慢的教化调整他们 然后远离恶道 而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 人天的这样的乐 能够脱离色界 无色界 还有乃至欲界 三界的这样的一个媳妇 然后呢 就让他们最终呢 能够住一切智 就是也能够入佛的这样的智慧 所以呢 极尽阴海 夜神 他告诉善采童子 他是这样子的教导众生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 他所行的这些事业 度化众生的事业 是菩萨的事业 那他呢 所得的是一个广大欢喜法 光明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于是说 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自己本身心里所证到的是 广大欢喜法 光明海 就是他能够让众生 离苦得乐得到欢喜 那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欢喜 所以他的心也是广大的欢喜 那为众生说法 那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 也等于是去除黑暗 而得到光明 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同时呢 他自己本身也成就了 自己的菩萨 菩萨的事业 所以他所证到的就是 广大欢喜法 光明海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真正菩萨在 立他而自立 或是自立而立他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呢 其心一唱 安隐四月 所以他自己本身呢 自己的心没有执着 有众生可度啊 所以其心一唱 然后也是安隐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啊 这个部位啊 所以没有这一些的这种不安 所以呢 这个是他告诉 散财童子 他在度化众生的这种过程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业跟境界跟方便 所以这个部分是解答的散财童子所问的三个问题 那下面的一个部分呢 是散财童子问的是他如何观察的这个部分 那观察的部分呢 就是属于佛的境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他就下面要解释的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到这里 做一个段落 那我们就做一个回向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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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池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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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高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御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戒杀卢树 护生点灯供水 即殊食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至8614 恰询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学生点灯供水 大牧屯分会 小牧屋分会 大牧屯分会 1号码 3号码 4号码 4号码 50005275275146136133-517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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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 通分会 2号码 1号码 4号码 3号码 4号码 2号码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 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异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新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来准备面对死亡 佛法如同永恒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 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华 优优独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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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走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